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其误出的方式及强大的威力足以引起整个艺人世界的动荡 哥鲁伊人为了抢夺八奇迹 从而引发了一场血雨腥风 那一年正逢甲身 史称甲身之乱 随着几位传奇或死或隐 巨大的秘密被埋藏 甲子轮转 平静被打破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夜晚开始 一群恨蛋 瞧不起了 我给老子酒喝 老子死心有酒 走啊 老子 老子 老子离开这儿 穿街上 半斑 老子 挺悔坟堂 吃一碗 呃 啊 啊 啊 谁啊 谁啊 啊 啊 先喝两杯 啊 啊 雷 那 好 不喝了 我非不喝酒了 谁听得到 我们去办 这一晚随着这句被盗的尸身 上一个假神年埋藏的祸根 重现天日 一人世间 风云再起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穷乡辟长的能有啥配奖品呢 这几家就不错了啦 那个罪缺德啦 那这个 尸体都给他还走了 我都让亲眼看见的 你说 那儿那东西 专头这陈年尸体的 这 这都多少年了 那谁的分啊 张希霖 各位学妮学妹 接下来我要向你们隆重地介绍 本校建校以来最喘气的人物 他大一便带领我校体操队 夺得全国大学生命动会 团队几个人冠军 大二 他退出体操队 专门 专门 你不紧张吗 不紧张 之前经历过这种场面吗 我相信你没问题 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欢迎这位传奇学长 登场 夏威梁 这谁呀 谁呀 这谁怎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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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学弟学妹们 你们好吗 好 我们主死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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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护 喂 村主任 哪个村主任啊 我爷爷尸体被人偷了 你爷爷尸体才被人偷了呢 神经病啊 孙主任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还用大老远的把你给叫回来 出来 你爷爷救你这么一个亲人 现在你爷爷的尸体被盗了 这事情 你自己可要拿个主意 没点事 我爷爷过来响了 我会追仓了 你爷爷 我爷爷张锡霖 我是她的孙女 我叫张宝宝 我是你姐姐 终于见面了 你疯了吧 我哪来的姐姐 张锡霖是我爷爷 张雨德是我爸 张家是十四年前 来到这个村子定居的 家庭成员总共三人 分别是祖孙三代 张锡霖 张雨德 张楚兰 你叫张楚兰 今年二十二岁 在城里读大学 你十岁时爷爷被人杀害 张雨德他当时 其实是爱找我妈了 我怎么从来还没听说过 张家有个女儿 这件事是我妈前不久才告诉我的 也是她让我来这里看看爷爷的分 张口就来 你就凭这个照片 你们问你的鬼话谁会相信啊 哦 这就是张锡霖的儿子啊 别说 你看这人中 长得真还挺像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眼睛 这嘴巴 我还冤枉的老头了 我还一直以为 楚兰山捡回来了呢 这 现在是要挖挂的时候吗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这个女人 很有可能是个骗子 主任 你来说句公道话 我是张家仁 爷爷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主任 谢谢你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向村里开口 我们已经报警了 如果你们发现了什么线索 也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我就不打扰你们戏旧了 收队 走 走走走 不打扰 不打扰 走走走 主任 这个人很可疑啊 第一次 практически 吧 叶曰 我特别保护了 爱是你也吃不到了 主人啊 爷爷给你做大肘子吃啊 这么多年 您一直待我动动洗脏 到死也没有告诉我没什么 现在坟被跑了 尸体也被抖了 要不您给我多个梦 告诉我 主人是谁 老中我姐姐 我看我岩石体八正就是你偷的 这次我还不给你来个铁正如山 别过来啊 你刚刚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大安不严信 改天请你吃饭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这次什么都没有看见 救命啊 别叫了 没人听得见 啊 救命啊 就我能听得见 我又不会救你了 啊 你个疯狂子你到底要干吗 你看到的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 只能把你买了 我看到什么了你就要买我 你黑社会吗 说买人就买人 不不不不 姐姐 我是张主兰啊 我是你金弟弟啊 你肯定不忍心买我对不对 毕竟血浓于水啊 你是不是知道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对你非常的有感情 我觉得咱俩好像就在哪见过 对了姐姐 咱爸那个老不死的 呗 咱爸那个老人家 他身体还好吗 这个冒充别人姐姐的疯狂子 居然拿着菜刀在开心 我居然你咋怪我 呀 我居然rosby 看了我 挺开心的 对 您是在做梦 对 我现在还在宿舍 我根本就没有回家 一定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哈哈哈哈 醒过来 醒过来 快乐地面对现实吧 白痴 姐不陪你玩了 你就这么走了 这里的现实 你就自己快乐地面对吧 你把他们解决了 再买我也可以啊 别过来 别过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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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宝宝 了归了 张稀里的粉被抛干净了 实际也照不到了 我们还是来迟了 对了 孙儿 我也被傀儡伏击了 傀儡 能控制傀儡的 只有湘西脉的傀儡屍 他们也来插手了 而且他们为什么会对 张淇琳的尸体感兴趣 救命啊 救命啊 谁在那边 怎样出来 张淇琳她叫什么呢 她被傀儡围盗在 你把张淇琳一个人扔到 傀儡堆里了 放心吧 没玩儿思不了了 怎么死不了 她是个普通人 都跟你搜了 没玩儿思不了了 别这么说 宝宝 花这么大阵仗 只为了投张淇琳的尸体 她这么幸运啊 一个普通人能从这么多傀儡手中跑出来 是有人在那种帮她 宝宝 你上过大学吗 大学 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 我给你弄张学生证 你准备准备 上学去吧 那我又有新生分了吗 你就继续叫宝宝就行了 那张淇琳的尸体 我不调查了吗 谁偷她的尸体 我和老四来查 救命 快 救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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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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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啊 我讲课 就这么难听吗 当然不是了 易老师 您讲课 余音绕梁 阵容发聩 刚刚我本来是在心里默默呐喊 没想到一不小心叫出了声音啊 那你说说 我讲到哪里了 您说到 万物之时 万物之时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啊 演化至凡 哇 你又怎么了 他 他怎么说来的 你睡觉的时候来的 有问题吗 剑老师 他不是我们学校学生 嘴缩了学生子 他在学生证是假的 有哪个学生会把学生证带在脖子上啊 学生证挂到脖子上 不容易丢 张春兰 你继续睡吧 别打搅其他同学上课 好 玄学即玄远之学 他以祖术老庄理论 把老子 你为什么要来过学校 有什么目的 不来上大学啊 你还学什么呀 汤醋排骨 螺蛳粪 加个鹿蛋 学校附近的这家餐厅好好吃 姐姐 你看我给你买这么多吃的 你是不是也得脱桃报李啊 咱爷爷的尸体不见 咱得把他给找回来 我不是你姐 你怎么不是我姐姐 你是我亲姐姐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觉得咱俩长得特别像 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真的不是你姐 那你昨天还说是呢 昨天是 今天不是的 那你今天是 我叫徐宝宝 欧是来自台湾生类交换生 欧巴在大陆形本了一家企业 专门生产高端数值产品 欧家租集在胡岩盛整泰市 我妈没信 我妈没信 台湾生 你说的明明是三船 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我可不是好聊的 应该不行 你等一下我打电话去认一行 喂 许三妹 我手都来了 你是不是有我来拳拳安排啊 就是不把我当人看 文青座张出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为奴隶了 奴隶 奴隶妹呀 你不要这么激动 能不能做节奏 能不能做节奏 有把我之間祝点 需要 按照 按照 答案 走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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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谁是舅舅 舅 救命啊 什么救命 有个女的拿起一把刀要逼我 不可能 光天化日和谐教园 谁敢 真的呀 舅舅 你快报警啊 他身上有刀啊 报什么警啊 我就是保安 他来了 你喊什么你 吓我一跳 谁 进来 您好 请问张楚兰在吗 就是他 你喊什么喊你 你快吓人呆 这不就是个小姑娘吗 他有刀 对 同学 听保安叔叔的话 把刀给叔叔 听到吧 对 这是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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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啊 你相信我舅舅 我亲眼所见他拿几把真刀 一刀把门披成两半 刀肯定就在他身上 站起来 站起来 男子汉打仗 不敢你 收服 挺胸 抬下巴 这位女同学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他让我做他奴隶 闭嘴 你先说 他做奴隶 听懂了 你说 我 我都听到了吗 他让我做他奴隶 没死你了 这多好的事啊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真会玩 哎呀 我收拾收拾 这乱七八糟 莫莉帮行我来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这个女同学 多懂事啊 嗯 我说你怎么瞧上他了 莫迪斯 我慢慢教他 要得 待会儿去 慢慢教 哦 还跑吗 还跑吗 不跑了 唐唐 唐唐 嗯 同意了 走吧 走吧 走啊 嗯 来来来来 还不好意思 来 走走走走 来 把玩具拿好 走 快走快走 好好地啊 多好啊 是不是 找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好好谈谈 这多和谐呀 你看看 嗯 好好好 走走 走吧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把你昨天晚上 从傀儡手中逃命的手段 再施展一下 快点 你别装算 你有些手段 昨天晚上我就发现了 之所以要把你留在那里 就是看看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你究竟是谁 快 施展一下 你已经是我的奴隶了 别逼我动粗 别逼我动粗 我本来发过誓 我本来发过誓 不在一般人面前 掌握自己的实力 是你逼我 按着呢 我骗我错了 我什么都不会呀 你哭什么 这衣服很贵吗 你看 我多有诚意 只看随了你的衣服 没伤害你的身体 这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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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给村主任啊 给村主任干吗呀 竟然是静止沙 她居然可以看到她 有这东西你不难受吗 你变态呀你 你 是你把我赶着健在这个样子 居然又关心我 这样吧 以后你都任我做主人 不然我就把你的照片 上传到学校论坛 好的宝儿姐 小的上传 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奴隶 请你随意去世 千万不要把我当人 不叫宝儿姐 叫主人 拿去 六三一零 六三一零 这个股东哪来的呀 其他手机不禁折腾 折腾 你想干吗 行了 小篮子 我会通过手机联系你的 小篮子 谁的 我去修门了 那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那你好歹给我件衣服呀 哥哥 哥哥我们去那边练舞吧 好 你干吗 逛逛场合 我怕你冷 把衣服给你披下 清一下好不好 讨厌 小鹤姐 张欺凌的尸体已经带过来了 哟 效率挺高的嘛 我们迷世见吧 快点 快点 呀 穿上 小绿良 走吧 迷失那么恐怖 为什么非得约在这前面 只有在这 我的魁了才不会有人注意 再别人意 魁了一个只是一群人 卖你的NPC而已 你们要把我带你去吧 去医院 是他 干得不错嘛 张熙凌的尸体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答应我的事 那就要看看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我 哇塞 老列子去世这么久 居然还能从身上抽取这么多气呢 可惜啊 光凭这些碎片的能量 怕是得不到什么有用信息了 我说 我已经把张熙凌的尸体盖了 现在可以吓入你们全心了吧 不好意思啊 因为你带的尸体效果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还不能接纳你 你沉默过我的事 你要放回来吗 我们本来就既不靠谱又没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加入我们 光完成这么简单的任务可不行 拼你现在的水平还差点火候 好 姐姐 你的魅蜀都有心有志了 这种无神秘体的东西 都经受不住了也 不管他们是什么形态 欲望都是挥之不去的 既然你们这么没规矩 那就盗路没来过 等一下 尸体留下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说你碰到张熙凌的孙子 和一个拎着菜刀的风婆子 那个女的 你别招惹 但张熙凌的孙子 按理说 应该也是一人吧 你把他孙子带来 无论死活 这样 你就可以加入我们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问你又返回了吗 门就在那边 不想干的话就请自便 再说 我本来就没有 又让你相信 那我就再相信你 把张熙凌的孙子带给你 别太啊 他真的练到这么晚 哥哥 那里好像有个人 啊 啊 闭太 他没有穿衣服 快 拿水给拍下来 他要跑了快 快快走 跑了 近其多异象雷暴点 实际是受暖湿气流影响 属于正常现象 请各位听众 不要过于担心 多余季节 充满气的太好语句 老板 多少钱 哦 来 你这裤子服做工不错呀 哪买的 是吧 武当 武当 你还真是道士啊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呀 哦 你说人当何正都在这有满足 很长 DO 你尝尽方 厉管 尽紧尼 是沉笼罩的世界 何处来的退路 看不清迷雾 星辕成为我的执着 我想你会发现 人生被调整疏复 正常一路便正常德心 你想要的逍遥 混乱中街小草 不用风雨大便 随风吹灿所有奔向 各位乘客朋友 开往武当山方向的地铁 马上就要进站了 请各位乘客站在安全线外 做好上车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声音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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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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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劫 怎么会 不自信 过去这么多年 气还没有完全散尽 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 该有多厉害 那我先看看 老爷子记忆里还藏着什么 咱们一定要找到他的孙子 内情里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我爱人之上 一人之下 生来就不平凡 不知何为怕 浪迹天涯 似海为家 一心美美独庆 任世界放话 前路浪大 我这人没下 我需求真相 服务仙境多大 在前面之间迎风塌 虚无泪惩罚 自己点名声话 不愿做任何人背景 我来没人 就由我自己来处宰 社会出现的 我迎走 带来几层舞材 斑斓的 才可以离开人 独白说 请不由 谁就能有 己愿在我心中存 一身奔利在 我放过背而去 逍遥望青春 练就我紧张 但随即一片 踏破云 眼睛执念某一件 听见 越方传来 清晰的呼喊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 你明显 穿过这梦境 把故事停电 我看透这世界 一封信片 但不断修炼的剧 跨越这一切 我站在你 要不要走 想走的人也不好走 追求的东西 太多了 才会忘了自己最想要什么 我喜欢去没对些错证 因为我终于把回去做错的 人生就是路程 会变混模的 都是发布数字 不过是过客 别不再背景 但任何沉重的东西 我依然不会累 在对蓝色上的步骤 我肯定想起自己不会退 因为没瞎话说美 脚尖成双蝴蝶飞 回往身后飘起的泪化 思念迎风向回吹 我放入美而去 想要往青春连 就我成长但随即应该 踏过一眼珠执念我一见 听见对方传来清晰的误画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的鸣线 穿过这梦境 发护是听言 我看透这世界已放心 但不断周连得去 跨越这一切 谁也有我成名邂逅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握起拳头 在背景之上 皆行成勇敢上的光 梦停的向前走 结果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陪伴的地方 谁也有我成名邂逅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握起拳头 在背景之上 皆行成勇敢上着光 梦停的向前走 结果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陪伴的地方